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今天如是我問星期四 提早一點跟大家見面 因為鬼故這樣的題目 是很多人都喜歡聽 大家不妨今晚晚一點聽鬼故這部分 現在我講這個部分是我親意聽回來 或者是親眼目擊的 所以是比較驚訝一些 有些事情我都不太相信 我都不是百分之百相信這世界上有鬼的 我正在研究中 我是一個懷疑論者 也是一個不可知論者 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就真的沒有解釋給大家聽 這個故事發生在大約三十多年前 當時我的上司在TVV的上司 是叫林思祥 當時他的職位是助理總經理 我只不過是一個編劇仔 或者準備回去效力這個《周日報》 那麽當時有位天道 現在都不在了 叫做大金 金志輝 那他剛剛那晚就結婚 那結婚之後呢 大家就如慶未足 說回去林志祥的家再喝喝喝 這樣 那我就跟了我太太和金志輝的夫婦 就去了林志祥的家了 之前說說林志祥的太太呢 就是我們近時的TVV的好同事 我們叫她為好兄弟 其實她是女人 叫陳佳英 現在就是王菲的經歷人這樣說 我見過她也很久了 她去她家 是在現在的太子道西 這間屋現在我經過 在小巴裡經過 都見到她拆了 門口呢 那間屋是西式的建築 似乎在那個時候 我印象是有棵大樹 這棵樹很大 現在應該是鋸了 樹蔭很濃密 遮住所有視線的窗門 換句話說是挺陰森的 那進去坐下來之後呢 這個大廳都相當廣闊 但是坐在那裡 有一種呢 莫名其妙的寒意 好像呢 比一般地方呢 是寒冷一點 那我的直覺來說呢 這間屋的陰氣是相當之大的 但是他們任務其事就照喝威士忌 照喝烈酒 慶祝 走過三巡之後呢 林志祥呢 這個太太 就講了一個故事 可能那時候呢 就因為 有小酒意呢 就不經意這樣呢 就提了這個故事出來 這個故事講出來呢 是相當吃驚的 話說呢 話說呢 他搬進來這間屋之後呢 晚上一刻呢 林志祥呢 仍然在睡之前呢 喜歡看電視 因為他做電視人 多數要看電視 那看電視呢 那時候呢 可能他太太睡了 他一個人看 沒多久呢 他見到電視相公呢 似乎那些畫面不是那麼清楚 那於是他呢 他就 關機了 那你知道以前的電視機呢 一關呢 就是一絕光那樣呢 就縮了變成一點 那跟著呢 全個螢幕消失 那一點都沒有了呢 就全黑了 正在這個時候呢 他會發現 林生發現 這一點 快消失的一個光呢 突然呢 擴大了 擴大到呢 整個畫面 他見到一個女人的頭 在一個電視機裏面呢 出現 根據當時的描寫呢 這個女人的頭呢 是一個擺婆的頭 為什麼知道擺婆呢 因為呢 很少頭髮 而且呢 臉呢 是很多皺紋 未必一定是很老的 但是呢 他樣子生出來呢 看到就是一個老擺婆 他不笑 又不哭 又不哭 這樣看著 林先生 林先生觸了眼 是不是真的呀 現在電視機已經關掉了 化作一絕光 變成一點 應該就消失 但是現在呢 但是現在呢 仍然 那點變成 這個畫面 是一個老的人 他都不是很覺意 那他呢 就 搞一下那個 remote 搞那個 遙控 但是呢 似乎呢 是認識不到 畫面上 這個女性 連老虎人的形象 開始害怕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開始害怕的時候呢 她太太可能醒了 可能著了燈 著了房的燈 那這個 畫面呢 老女的畫面呢 就消失了 那這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究竟是眼花呢 還是實在呢 他都不知道的 第一人呢 是會眼花的 我都試過呢 很眼睡的時候呢 眼花花呢 看到整個我那個書房呢 是被一些圖案呢 遮蓋著 那些圖案呢 是很漂亮的圖案 那我擦眼呢 都沒有辦法把那些圖案擦掉的 那為什麼有那些圖案呢 我都無名其妙 那閉上眼呢 一會兒呢 養一養神呢 那圖案又消失了 那我沒有看到任何 古靈精怪的東西 好了 講回 林生的家 他在 發現了這個問題之後呢 就覺得這間屋 是有些奇形怪狀的 很古怪的東西 那 陳家英呢 他 比較 迷信一些 那他就去問問 他那個親戚 好像說是他那個姨媽來的 是阿姨來的 實際我不太記得她的關係 那這個 這個婦人呢 也是有故事的 那這個婦人呢 他就去他家裡呢 看看 這個看完之後呢 他拉著家英一面 講了一段小故事 聽完之後呢 家英呢 是打個冷陣 他說呢 他看到 這個姑媽 這個姨媽 看到的 在他 房間的推出來 看到外面 樹影婆 所謂花園 那個玻璃窗 上高 是有一首 七言絕句 那是什麼呢 我忘記了 總之是一首詩來的 這首詩呢 是七個字 四句 寫得 很流暢 壓韻 而且很動人 意思是說他 作者呢 是失戀 或者被人 惡意拋棄 因而呢 他在這個屋裡 自殺 死了 而呢 死之前呢 是留下這首 這樣的七言絲 在玻璃窗上高 但是現在 我們犯人肉眼 是見不到這首詩的 是看不到 絕什麼都看不到 那為什麼這個 姨媽 他看到呢 他就說呢 這個姨媽 本來呢 是有一對神通的眼 這個神通的眼 來歷呢 相當之古怪 並不是天生出來有的 在他某一年呢 在鄉下呢 山路上谷 他掛了一架 他就 昏迷了 到他醒了之後呢 人救醒他之後呢 他整個人轉變了 成為了一個呢 能夠寫字的女人 不知寫字 不知寫字 而且這些字呢 可以寫出 中國的藥方來的 你知道呢 當年的 中國 讀書人呢 或者是 中醫的人呢 只能夠 學到寫字 無不字 或者認識呢 那些 那些 本組方 項目裡面的 字 而呢 能夠寫出方 一出藥方呢 是更加困難 大家不要忘記 大家不要忘記 現在這位呢 她的姨媽呢 當年是沒有受到教育的 即是說不識字的 她當然會寫字 而且還會寫一個藥方 不只是這樣 那個藥方 還可以 醫到人 這個都算是一個奇蹟 很奇怪的 奇女字 她呢 不單止可以看到 這個藥方 看到她 看病 而且她說 看到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 用的 術語呢 就說她有一隻 天眼 是可以 體會到 陰陽 兩界 所以呢 經過她看完之後 她看到 這個窗上 居然有一些 文字 不只文字 還是首詩 還解到這首詩 這個作者 是懷恨 失戀 被人拋棄 而死的 但沒有說到這個死者呢 是幾時死 或者是用什麼方法自殺 那家英聽完之後呢 心裡頭呢 當然打個凸 那晚 在電視上看到這個老虎的樣子 很巢皮的人 究竟是不是 這個死者呢 不得而知 但是買樓的時候呢 業主沒有說過 或者租樓的時候 業主沒有說過 後面這間房子的前身 是發生過什麼事 那現在問呢 也相信是不會說的 那他們好奇之下呢 就問問那個 看家 幾經間庫呢 哄啊 收買啊 之後呢 看家呢 就講出 這間房子的前身 沒有夾過啊 沒有跟這個阿姨夾過的 是發現了一個更驚訝的故事 原來 在他們還沒搬進來之前 這間房子呢 是一個母小姐的香櫃 那母小姐呢 也是自殺而死 聽聞在這間房子裡面 那有沒有提示呢 他又沒有說到 但是非常巧合 真是一個女人 而呢 是為情所困 或者被欺騙底下 自殺死了的 那究竟 是不是就是 現在 寄存在這間房子裡面 電視機裡面 的 一個 變了老樣子的 女人呢 沒有人知道 但是 聽到這番這樣的故事之後呢 這兩夫妻都 別說不心驚 寧可信其有 莫可信其無 那 事晚呢 在那裡呢 大家喝了酒 那大家也 講很多其他的故事 但是剛才聽到這個鬼故的故事呢 是比較驚人 和比較呢 使得人 不安 那 最後 那兩夫妻都搬來這間房子呢 就 找另一個居住了 那當然呢 這間房子 以後呢 有沒有 要怎樣發展下去呢 這個 我是 不清楚 但是呢 因為它是在 必經之路 所以呢 每一次經過這個 這個房子的時候呢 我都會留意 這個房子 發現呢 那棵 很陰森的大樹呢 是 枝葉很旺盛的 漸漸呢 是 在甩下 或者被人佔了 這個我不知道 就沒有以前呢 的樹蔭 那麼濃烈 第二呢 它横門呢 這間地下的横門呢 是 分租了給幾個 辦學團體 有些呢 是補習社 有些是 其他的 興趣少做 這樣 那 相信呢 就不是居住人了 那麼他們那些租客 知不知道 這間 屋 近住 大樹旁的 這個單位 兩個單位 留下 曾經發生過 一件這麼離奇的事呢 而呢 離奇之中 林次祥呢 的夫婦 也 曾經見過 在電視 畫面熄了之後 出現過一個女人型 女人的 老女人的形象 可能他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這個老女人的形象 完全沒有一些 害人的意思 它是不是想 看到的人 看到那樣子的人 是幫到的手呢 這個呢 亦無從稽巧 這個呢 這個呢 故事 我是親自聽回來的 而且呢 那間屋呢 我是 親身 去過 而且 那時是十一點點 多鐘 也親身 坐過在那個廳那裡 也感受過 它裡面 事實上是有 一點點 涼氣 究竟 是不是真的有 鬼呢 是不是真的有些 不乾淨的事情呢 我呢 不敢 斷定 又不敢 批評 只是當了一個茶餘飯後呢 的故事 告訴大家 好了 今天呢 講的故事呢 鬼故呢 在九龍發生的故事 鬼故呢 是我三幾年前 親耳聽到的 熟真熟假 大家自己判斷好了 多謝各位收聽今天的《如是我問》 拜拜